四妹啊 是不是孩子又碰你们家车了 没有 小孩子不等事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无疑 下次我带她多光 真的啊 太好了 谢谢叔叔 阿姨 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哥哥姐姐 老四妹 给我站着 玻璃给我摇摇来 你是不是偷吃我盒饭了 好好好 阿姨 你听不到哪儿还犯着偷嘴啊 算了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 是出气用的呀 你给我自己看看 你吃的还剩多少了 你要是认真吃的话 是不是连这饭盒都给我砍了呀 二哥 你别生气 四妹她最近 刚上了房屋副经理 工作忙 压力大 质量大了点 你现在不减肥了 我告诉你 你偷吃别人东西 你吃一口你胖十斤 尝一尝 怎么了 好了 好了 二哥 你上车吧 我顺路送你过去 别送他 你别送他 我还不希望他送我呢 你上来干什么 我上来怎么来 我就上来 我上来怎么来 我就上来 胖死你 其实吧 我吃那口盒饭也是为了你好 吃手占面粉你就知道占手便宜 不行 妹妹吃一口饭就是占你便宜 人家豆腐师傅吃一口 你就理所应当了 你可真伟大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师傅 这么说我师傅 天天就这一句话 我耳朵听出简子了 诚哥 把车坑路边停一下吧 马上就到车站 我还是送你到饭店边哥 没事 我自己坐公交车去就行 你怎么了 小铺 你那是宝贝 我说你刚才吃多了 我让你别吃二哥的盒饭 你偏吃的 你非欺负他干吗 我觉得那个豆腐师傅 天天哥好像挺好的 那不是欺负他 我不就逗逗他吗 再说 你干吗做错了 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这么担心我呀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瞎回省吃点就行了 你自己碎他日子 会不会是怀孕了 没事啊 还真的有可能 不对啊 怎么是你先发现的 人家电视剧里边 不是这么演的呀 对 他会不会是人家电视剧里面 什么性能 当然